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四岁成为国家大师 十八岁晋升为国际大师 二十岁取得国际象棋最高称号 女子国际象棋特级大师 四次夺得世界冠军 因为我小的时候下过一段象棋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中国象棋 在北京十十二比赛里拿了冠军 感觉到自己越来越强大 谢君的人生步步精彩 二十一岁那年 他成为中国首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 打破了欧美对其后桂冠的八十七年的武断 这一年是一九九一年 一九九一年 谢君经历了分区赛 区际赛 候选人赛等四十二场常规赛的胜利 终于拿到国际象棋女子世界冠军锦标赛决赛的语格 九月 中国代表团一行人踏上了远赴玛尼拉的征程 在此之前 女子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的名册里 还尚未出现过中国人的名字 你说每一名棋手都有一个冠军梦 走这条路的人 因为你喜欢 你选择了 我会尽全力去赢的 谢君将要面对的对手 是五次未免世界冠军的格鲁吉亚棋手 特级大师玛雅齐布尔达尼泽 而齐布尔达尼泽 则是女子国际象棋史的传奇人物 连续十三年占据其后宝座 因为我太没有经验了 肯定最开始的时候 是用崇拜这样的一个眼光去想 赛前 场外队夺冠的预测已成一边倒趋势 但是记者们并不看好中国选手谢君 就是别人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都说出生牛犊不怕虎 它即便是大老虎又怎么样 反正我就尽我的努力去战斗就是 按照国际象棋的载质 比赛共十六局 合棋计半分 赢棋计一分 先达八分半者获胜 谢君思路敏捷 攻杀犀利 比赛前两局合棋 各计半分 第三局谢君获胜领先 出来的胜利令人振奋 因为前两场我们说打平 第三场我赢了 出出茅庐我会觉得 哎呀这比赛这么好打呀 就觉得已经胜利在望了 就会把这个后面任务想得很简单 第四局在局面占优的情况下犯了错误导致失利 代表团提出修战建议 但是这个时候年轻其实总是气盛嘛 不服气嘛 因为谢君不愿意 因为这个修战就是挂冕战牌 这个中国人是不愿意挂冕战牌 然后第五局接着找人家战斗 而且那盘棋应该说下的是致力很糟糕 第六盘还想下 但是齐银权坚持 必须外面热门 在代表团教练的开导和陪伴下 谢君的情绪得到了缓冲 接连势力的阴霾逐渐散去 崇尚战场 此时的谢君状态渐入佳境 一路穷追猛打 本身比分还没完呢 他突然直接跑进来说我要赢了 其实他们很不相信 但是呢又必须呵护着我这种状态 1991年10月29日 第十五局拉开虚目 那盘棋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 按道理说压力还是应该蛮大的 只不过当时呢 因为已经领先两局了嘛 但领先两局 你如果再连输两局 实际上还是他的冠军 对吧 因为打平了就是他的冠军 那么这个时候只需要一盘核棋 这局棋对于他们来说都至关重要 谢君稳扎稳打 齐布尔达尼泽顽强求生 最终齐布尔达尼泽提核 谢君以8.5比6.5的比分 提前一局拿下了世界其后的桂冠 每一个人都异常兴奋 这是中国人的名字 第一次被写入国际象棋 世界冠军的历史 夏棋它某种意义上 打开了我的世界 我的这种人生观也好 价值观也好 那它教会我很多东西 教会我一种很单纯的去喜欢一件事情 教会我去很认真的去面对一件事情 教会我不计较 谢君凭借中国智慧和顽强拼搏 在国际象棋 这一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其中上 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战绩 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得到世界的赞赏 也很大程度推动了国际象棋 在我国的普及和发展 激励了千千万万的年轻人 在独梦的道路上 坚强勇敢 执爱前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